朋友们好 今天10月9日 咱们来聊一聊昨天发改委的新闻发布会 它释放了哪些信号 以及对于未来的经济和市场的走势有什么样的影响 本来是昨天要及时说的 但是不好意思 昨天一来是为了多统计一点资料 二来昨天发了个广告 按照约定是不能再发别的节目了 向大家说声抱歉 股市挣的钱属于偏财 属于是马不吃叶草不肥那种财 你平时的日常收入才是正路 在此咱们先顾勉一下 朋友们千万不要把不是正路的钱当成是追逐的目标 这样很容易搞偏自己的价值观的 就像是赌博上瘾一样的 对今后的发展是个阻碍 特别是年轻的朋友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不管你在别的路数上 正多正少 只要它不是你的主业 你都不要沉迷于此 就当它没有是最好的 主业是千万不能为之分心的 这都是血的教训 不要觉得我啰嗦 我就是从坑里爬出来的 先说个好消息 全球资金流向监测机构 EFPR发布的周度数据显示 截止10月2日的丹州 其追踪的新兴市场股票基金录得今年第二大丹州的资金流入 这些流入的资金几乎全部涌入了中国市场 超过了130亿美元 这对于中国市场来说是历史最高纪录 作为对比以前新兴市场的明星国家印度 单周只有1.07亿美元 差了100多倍 从外资的态度来看 大家不要担心 好好规划自己的投资策略 不要贪 更不要慌 要学会享受市场的波动 然后咱们进入正题 昨天的发改委新闻发布会 从市场对于发布会的反应来看 表现并不算好 大家普遍认为发布会发出来的消息低于预期 这个确实 我在看发布会的时候 也是情绪有点低落 感觉这个发布会开的不温不火 好消息基本没有 这种感觉也是现在市场上的通病了 因为现在媒体太发达了 大大的加强了人们的预期的集中性和放大 比如说这一次股市吧 短短几天就达到了以前几个月才能发酵堆积出来的效果 这一次市场之所以对发改委的信号感到消极 也是一样的 因为前一段时间 媒体给予人们的预期太高了 我们大家是不是还记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原副主任刘世锦所提出来的建议 未来两年推出不低于十万亿的一揽子计划 对此也有很多媒体进行了讨论和转发 也代表了很多人的希望 十万亿 以财政政策为主 与需求策结构性改革紧密的配合 实现扩消费 稳增长 防风险的综合效应 类似这样的媒体信息 强化了人们的希望和共识 而且发改委提前两天也预告了要开会 所以大家都以为要放大招了 结果会议开了半天了 大家一听 就这 好像除了现有的政策之外 好像就两个一千亿 说这点钱够干嘛的 这就是大家失望 也不能说失望吧 是不符合预期的原因 那么这是不是个坏消息呢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 确实是 咱们假如说吧 如果说昨天发改委放出一个 就别说十万亿了 放出个两万亿的消息啊 那昨天的股市就疯板了 发改委看样子是不想过度的刺激市场 这可能是原因之一 昨天上午十点左右 监管还出了一个通知嘛 要求银行的信贷资金不得违规进入股市 我们都可以把它们看作是给市场降温的预期吧 今天的市场啊 应该就正式进入了分化的阶段了 以往牛市往往要走几个月的行情啊 这一次仅仅用了六天的时间 就从蒲长进入了调整分化阶段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啊 有人可能要问啊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那要看你处在何种阶段了 处在菜鸟的阶段 那不是个好事 但是如果你经验丰富啊 那反而是个好事 因为现在的市场啊 体量太大了 百万亿的市值 你说两三万亿 三四万亿的成交量 撑起来会越来越费劲的 唯有早点分化嘛 资金在一个概念 一个概念 一个板块 一个板块里边 轮动 这样它才能撑得起来啊 你看着好像 大盘的涨跌起伏啊 没有以前大了 但是机会多了 资金的热情 它不会消退啊 只有这样 牛市的时间 才能持续的久一点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吧 算是个好事吧 毕竟九月底那几天的涨板 它肯定是不正常的 发改委新闻发布会的内容 那我就不再照着读一遍了 没意思 网上都有 我们来说一说 它对未来中国经济的深远影响吧 我的题目是 中国好像不需要再来一次四万亿了 暗示的就是这一次的财政政策呀 所谓的财政政策 大白话就是花钱吧 谁来花钱 花到如何花钱 钱花到哪了 至于说钱从哪来 这那反而不是最重要的啊 我国最著名的财政政策 就是08年时候的四万亿 四万亿 它是一个笼统的说法 其实最终砸下去的钱呢 几十万亿都有了 就从那一次财政政策之后 我国的打基建 就像是打了鸡血一般 新的城市建设 高速 高铁 公路 水利 村村通 等等吧 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些大家都是亲身经历者呀 也就于是六七年的时间吧 中华大地啊 几乎变了个样 但是副作用也有啊 物价上涨的是比较快的 房价呢更是一飞冲天 搞得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结婚 不生孩子了 如果说时光能够重来 真的不知道人们会怎么选 不过要是我来选的话 那我还是宁愿选择当年的四万亿 我接受现在的结果 如果不是说当年生产力突飞猛进 国力迅速增强的话 那么从16年的南海对峙 18年的贸易战开始的 西方对中国的持续围追堵截 封锁打压 那中国肯定是扛不过去的 不可能有今天的战略地位 利弊这玩意儿啊 真的很难说 只能是留给后人去评价了 到了今天 上一个四万亿还没有一个全面客观的总结的时候 我们又要迎来一个新的抉择 那就是要不要再来一个大规模的财政政策的刺激 从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 这个问题暂时有了答案 那就是暂时不考虑 先走着 维持着 看看再说吧 前一段时间吧 网上还有一种未来可能的通胀的说法 其实它的根源呢 就来自于 有可能会出台大规模的财政刺激的考虑 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力度 它必然会给未来造成通胀的压力 08年的中国 2020年时候的美国 这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嘛 如果我们真的要再来个十万亿的话 那么未来的通胀可以说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从昨天发改委的新闻发布会上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最高层的顾虑啊 他们最担心的还不是现在的低迷 而是未来啊 收不住 他们的计算结果大概就是 中国承受不了大规模刺激之后的后果 有可能会爆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不刺激也不行啊 所以呢 也就释放了一些加大投资的信号 但是更多的是侧重于提前释放一些政策 和对既有政策工具的充分利用 比如说吧 你在本月底按程序提前下达 1000亿元的两重建设项目 清单 还有一千亿元的中央预算力的投资计划 加大十四五规划 102项重大工程的推进力度 督促有关地方 到10月底完成 今年剩余的约2900亿元的地方政府专项债的额度的发行工作 等等吧 总体来说呢 非常的纠结啊 有一种想干又不敢干的感觉 老话说吧 治大国若烹小鲜 那是无为而至的说法 对现在的中国呢 并不适用 中国的体制 它是大政府啊 成绩是你的 那错误也肯定是你的 没有人会替你背锅 来自于未来的历史评价 就是对中国执政者最大的约束力 就这一点啊 和西方体制是截然不同的 对中国执政者最大的约束力